花莲福伦社和姐妹社 台北北门福伦社 推动社区的服务 知道了瑞穗富原国小少棒队 随着被逼鲁斯棒球联盟的会员之一 但是因为经费和疫情 而无法参加联盟赛事 也断送了偏乡选手的机会 福伦社不忍 特别在9号联合到访 并且捐赠了10万元的旅费 希望能够善尽社会服务之责 让师生和小选手们都相当的感谢 福原国小文化特色课程的古镇表演 接着棒球队和远道而来的台北北门 与姐妹社花莲福伦社社长干部成员 一起共舞相见欢 现场顿时热络了起来 花莲福伦社与台北北门福伦社姐妹社 积极推动社区关怀服务 获知瑞瑟江副员国小少棒队 虽为贝比鲁斯棒球联盟会员之一 但由于球员多数家庭功能不张 往往也错失了许多累计参赛经验 及表现实力的宝贵机会 无论是于心夫人 今天联合到访并捐赠10万元经费 希望能够帮助少棒选手 把机会留下来 因为在座的各位TV社 他们每个人参加了互流社 做公益 每个人口袋都一天一天剩 钱赚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你光是做得越多 你舍己 你舍得了 你就会得到更多 那得到更多 就会更有机会 可以做更好的社区服务 但是我们北红布鲁社 我们是在 人家讲的天龙国 但是天龙国的钱是比较好募集 但是那个钱要花在哪一边呢 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个金蓝色 那金蓝色 我们每人都跟他们做 一开始有做水资源 然后什么 现在他们找到这一个 我们都觉得很棒 简单的捐赠一事 失身万分感激 尤其布鲁社 善尽社会服务关怀之则 年龄师生赶佩 可以说是我们台湾职房选手的一个小的窑园 那台湾就很多国手 职房选手 那都是 除了学校这边支持之外呢 家长也很重要 能支持我们小朋友继续往上 国家孩子出去没有丢脸 而且是第一名 他的所有的成绩都被大家看见 就是因为校长跟方生教练 还有孩子自己的努力 对 那这样的努力非常需要各界去持续的去关心他们 去关怀他们 校长苏联西代表全体师生及学生家长致谢 并致震感谢状给花联福伦社及台北北门福伦社 而今年少帮队受邀 也有意出征贝比鲁斯棒球联盟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赛事 然而出国参赛庞大的吕费也令校方伤痛脑筋 而这一次有福伦社的捐助 也让小小选手们出国比赛的梦想越来越近 记者是玉兰瑞随采访报道